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桂花树 进入了这个9月份是它的生长期 就有不少花药到网上或者是花卉市场 购买这个桂花树回来养护 但是当我们收到这个桂花树的时候 它带有这个土球的话 我们就要观察一下这个土球 这个土是不是疏松透气的一种土壤 或者是比较粘性的土壤 我们就要给它处理过 再进行给它拖盆换盆 如果你买的桂花树的土球 是像这一盆土壤有一点粘性的 这种土壤它是比较容易产生板结 就要经过处理一些 那么要怎样处理呢 首先就是我们准备好一个 比这个花盆还要大的一个容器 把它装了水之后 连着整个花盆把它放到容器里面 给它浸泡三天之后 这个土壤完全发远之后 我们再给它拖盆 重新给它上土壤 那么这个土球就不要给它去掉 连土球一起给它栽种 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 主要的就是在后期 养护的时候比较轻松 因为我们平时养护的时候 经常出现这个叶片发黄的现象 其实主要原因呢 就是在我们平时给它浇水的时候 没有浇透 这个根系呢 它就会出现了萎缩的现象 根系吸收不到水分 它就会导致干枯 出现叶片发黄 如果像这样子处理之后 我们在后期给它浇水的时候 这个土球软了 之后呢 它渗透的水分呢 也是比较容易渗透进去 如果没有经过处理的话 这个土壤呢 产生绑节 我们给它浇水进去 它是无法渗透进去的 水分呢 就会从一些新的土壤渗透下去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浇水不透 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明明给它浇透水 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给它上盆的时候呢 不要忘了给它放一点底肥 比如像这种空隙肥或者是农家肥 比如鸡粪或者是羊粪把它做底肥 也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桂花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